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news9898新闻台 主题馆访问的是 很久没有来过我们节目 蔡思平 自身媒体人 真的很没久 很久很多年 对不对 节目做这么久 好像只来过一次 张爱玲名诞百年 是几年 对 他农历八月三 你在你的脸书上宣称 你要写一百篇张爱玲 对 这一定是有致敬的意思 但是好像也应该有一些 进入别人没见过的张爱玲 虽然那么多人看过张爱玲 因为第一个我不是张迷 我不是张爱玲的铁粉 我很晚 我还来看到叶美瑶翻译的那篇文章 就是善影式的张爱玲 与不知情的美国课 1997年 我还跟美瑶 美瑶说这个稿子哪里看得到 他就把贴在他脸书上了 那时候我就看到美瑶说 他原来在1997的时候之前 他也不是张迷 我不属于张迷的 可是我是后来这些年 有时候在读一些文学史 或者读他东西的时候 正发现他东西真不错 所以才开始 那这次是因为 我在大半年前就知道说 今年是他一百名单 所以我其实就有点想 我就把我几天读过的东西 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把一些缺的资料 再去调一调 看了几个月以后 我就开始试着想说 那我也有一段时间 是在疑惑 到底要怎么写 因为很多人写过他 对 那后来是怎样的 也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 杨兆写了不一样的中国史 他用一篇一篇小小的方式 我突然间得到一个灵感 把我原来试着写了两三篇 都写了四五千字 谁看 对不对 突然想说 对啊 我把它猜成小单元 所以我就想说 那写一百个单元 那就刚好十万字 每一篇 就差不多一千多一点 后来也都犯规了 写到一千一一千二 对 就这样子 整个概念是这样来的 是 一百篇 一定是包罗万象 我相信 张爱玲值得去研究的面向 也不值 高全知就写了张爱玲 学写两本 每一本都十几万字 是 好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角度的掌握 你觉得是发人所谓 第一个 就说第一个我不是张弥 所以我就可以回过头来 也可以来看那些张弥们 在了解她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瓶颈 比方说水晶 我以前我读过水晶的 这个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那时候读的时候 就只是觉得说 OK 她帮我们介绍了张爱玲 可是因为这些年 我自己也成长了 再加上 我这一次 我比较从一个不是张弥的角度 来看 我就发现到 包括我跟您的夫人 美娥要的那篇文章 那个德国学者 James K 那个 Leon 她因为是完全不知道 张爱玲是谁 她完全不知道 她是冲着赖亚去的 她是冲着赖亚的遗孀 想要去问问她 结果呢 访问完的时候 隔了很久以后 她才知道说 她访问的人竟然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 一个 一个中国的小说家 当代小说家 那这个部分 当她访问完之后 她有一点点觉得 因为张爱玲 后来回了一封信 那是很奇特的 张爱玲主动的写了一封信 给她交代自己的身世 我觉得那时候 她就已经觉得 有点特别了 后来再隔了十多年 1980年的时候 她碰到郑树生 她闲聊 讲了这件事 郑树生才吓一跳 说 没可能 她怎么会让你访问呢 而且还给你写了好几封信 她就给她看这个事情 她才知道说 张爱玲真的很难搞 是一个非常难搞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再回头来看 水晶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觉得 水晶在访问张爱玲的时候 完全是用粉丝的角度切 所以她有很多的观察点 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说有问题是说 爱的太深 所以她有时候 反而疏忽了很多角度 那反而是 李奥这位德国教授 很厉害 她是保持一段距离 所以她冷冷的发现了 张爱玲在言下 言谈之间 对于赖亚的 某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对一方面她两次写信 一次用那个 艾令 赖亚 贯服信 贯服信 然后另一次讲自己的身世的时候 她完全用艾令章 很有趣吧 就说两封信在微妙之间 传递了某一些很有趣的 可以解读的讯息 可是水晶可能就解读不出来 是 另外 我想还有一个 就是张爱玲 有另外一种非常特殊的 贯穿她一生的性格 那就是她有一点像戏剧作品里面的 比如说 我最想要打的比喻就是 《欲望街车》里的白蓝旗 他永远在陌生人那里 期待着获得比较完整的交流 而越是对她稍微熟悉 或者是对她有 像你刚才讲的粉丝这样情节的 她就越会显得有些躲避 这也很奇怪 我这两天才刚刚写完一篇 我比较了 我就特别去把我看到的三场 她接受三个人不同的访问的 那个东西整个整理一遍 我就提醒大家说 注意她那个模式 三个人完全一样 就是她给了你电话 给了你时间 给了你地点 你找不到她 你找不到她 包括水晶 水晶去 水晶是拖着行李很开心的 跑到了伯克来 第一件事情就去看张爱玲 电话没人接 打了电话去 好不容易打了 有一天打了个电话 接了 她很开心 就对方跟她讲说 我今天很不舒服 我感冒了 就 就接了 张爱玲 那个水晶就完全觉得 不可思议 可是 好 然后后来好不容易 跟她通上一次电话以后 我觉得 这就是水晶 她是一个脏迷的 她解读跟李翁勇 完全不一样 李翁勇是说 觉得很奇怪 没有错 你跟我讲的时间 讲的地点 结果她搞了一天 一整天 都没有 最后她想想 那也不是办法 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我从今天早上 一直到今天的傍晚 都找不到你 家也没人接 电话也没人接 门里也没人回 最后她问了 那个管理员 管理员说 你不安心到她办公室 去看看 就在城市乡的加州 加大的 中国研究中心 她就去了 去了之后 她也不好意思 去按那个办公室 她正在犹豫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女生 抱着一叠资料 碰碰碰碰的走进来 东方人 所以她直觉的想说 那不会是吧 就问她 女生吓一跳 吓一跳 然后再请她进来 你看这是张爱玲的模式 答应你的 一个老外 她都这样 然后那水晶 不要讲 然后水晶 后来跟她 终于打了接到电话之后 她就跟她讲说 我感冒 我最近在赶一个东西 她的模式都是一样 我在赶一个东西 所以很抱歉 没有办法 水晶的说法是什么 水晶的说法是说 这些平常人 如果这样说 我一定觉得 她是在敷衍我 但是因为她是张爱玲 你看很有趣吧 可是李奥就看出来说 这个人很特别 他明明就是答应我 然后所有人都约了 但是 另外一方面 这个性格也呼应到 你在好几篇 你的张爱玲的小研究里面 提到的一点 他好像常常跟大时代 或者是众人 或者是主流价值 有一种不合时宜的 刻意的错过 这个跟刚才讲的 这个约会不到 或者约会故意不见 也弱和福节 比如说在抗战期间 一个伟大的时代 大家都在动员的时候 我记得你好几篇提到 他却写起他的小爱情来 而且这个小爱情 还不见得是 很标准的爱情故事 对 我觉得重点应该 还是在于说 很有趣 我在想 假如他不在上海 他这些东西在延安也好 还是在重庆也好 昆明也好 他有办法发表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他能够发表吗 在那个抗战打到 应该四三四四 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 他还能发表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在上海发表 是因为刚好上海 是沦陷的上海 对于上海的人 的文学读者来说 你也不可能看到反共的 也不可能看到反日的 都不可能看到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刚好给了他 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然后你也必须承认 也只有他在那个时候 用这样的题材 这样的写法 刚好在那个时候 在一个荒芜的岛屿上面 生出了这样一朵 很奇特的花 所以很特别的 非常特别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际遇 加上他独特的个性 可是话要说回来 这是我跟很多人意见 有点不太一样 我认为他在四三四四五之后 他其实有永远 没有再回到巅峰了 他后来一直很想 包括你看他很羡慕林语堂 可是问题是他写的东西 就像那个他的第二本书 那个第二本那个英文书 就是那个北地烟枝 就是后来的月女 出版社讲的 说你写这个东西 那不就证明了新中国 是需要改变的吗 我觉得那个编辑讲得很好 编辑意思就是说这种稿子 你讲那种三年代 那种晚清 那种民初的那种颓废 那种那不就证明了 中国共产党是对的吗 他是新中国的改造是对的吗 所以老外就不知道 你写这要干嘛 那第二个就是林语堂 基本上是一个很取巧的作者 你不觉得吗 林语堂是一个畅销书的写法 张海宁就不是啊 所以张海宁很想学他 我甚至都觉得 他后来现在的残稿看起来 那个英文的残稿 就写那个少帅嘛 是 他都想动这个念头 但是后来音乐实在是没写完 所以就不算 但我觉得张爱玲 四五年四六年以后 基本上他的文学是走下 你的这个看法 跟你所引述的柯林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为他真的到现在为止 其实读他的张弥 只要不要那么执着的话 只要再想一想 最好的作品 是不是就在四三四四 那后面也就是那些个短片 短片嘛 但他的院女就比他的金锁记差很多了 我觉得院女差很多 然后他的央歌真的写得不错 央歌是很好 可是央歌基本上好看 是因为他加上了一点 那个制度的转换 土改 土改的那个东西进去 还加上一个 他有保留自己独特的 对于人的观察 那这个是张爱玲很特别 可是他之后的东西 你说严格讲起来 你说后来我们改编成电影的设计 设计的好 其实好也是好在 他很像四三四四的笔法 所以说换句话说 他没有脱离那个范畴 之后他想脱离的几乎都没有成功 在你的整个论述 虽然我到现在只看到了38篇 但是大致上你也提到了一个 我觉得很特别的现象 那就是关于张爱玲作品的评论者 最早有傅雷 后来有夏至清 夏至清 夏至清是给他一个文学史的定位 其实现张带还有很多人 包括现在有像庄信正 对庄信正 比如说小说家周芬林写的一个评传 那高全之还写了两本张爱玲学 他们都提供了很好的角度了 我觉得都提供了很好的角度 所以说你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我来说我要切的角度 有点我为什么说 扬造的不一样的中国史 各位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说我们其实善用别人研究的资料 重新再给他解读一次 那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对张爱玲 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那我而且而且我认为张爱玲 就是最好的阶段 就是在那他他其实后来中期一生 我是一个看法 所以我用这个看法来印证 我后面的观察 就是他其实后半生中期一生 没有挣脱过四三四四的 自己的张爱玲传奇 所以他其实也很痛苦 我觉得他也非常痛苦 是 你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值得谈一谈 你把他和胡适之并列的时候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他在写一个 他崇拜的胡适之 这个场景我们也都非常熟悉 太多人引用过 有很多地方出现过 但是你提到了一点 就是失去中国舞台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胡适之和张爱玲 都是失去中国舞台的人 对 他们两个人看起来一个前辈 而且还是一个抱上两代的恩的一个前辈 对于后背的一个提息 可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一种 共通绅士飘零 花果飘零 对对对 这种好像同情 我想你可能说的会比我更清楚 胡适之张爱玲 各自在一个什么样花果飘零的处境里面 失去中国舞台 好我们先跟快速的跟所有听众朋友讲一下 1949年国共在国共之后 那但国民党就输了 国民党输了以后 张爱玲是到了1952年才离开 胡适是1949年时候 国民党当时就派飞机从北京把他接走了 他到了台北之后没多久他就转到了美国 那胡适在美国一直待到1958年 所以换句话说他从1949年到1958年 很长的时间 唐德纲杂役 胡适杂役各位有兴趣可以看 讲得非常的好 就是胡适在纽约 他的太太就大部分时间就是打麻将 然后他就陪着胡适 胡适就陪着他在家里打打麻将 胡适没有办公室 胡适在一个图书馆挂了一个名字 给他一个歌大给他一个名字 可是也不让他教书 也不让他那个 唐德纲就觉得说胡适是把歌大当成他母校 把他当北大 但是 这个文章也提到 但是呢 这个歌大没有把胡适当胡适 这句话说的好沉好重 所以胡适在纽约在干嘛 你如果看唐德纲杂役就知道 他每天就是看贤书 看报纸 然后再回 其实胡适也是一个 过了 离开了中国大陆 离开了三年代以后 胡适基本上 你也说也是 对 我觉得以前那个韦正通教授 常常跟我在 我年轻的时候韦正通教授 常常跟我讲说 他研究中国思想 他说胡适在胡适文存 试测之后 胡适就已经倒退了 就是他已经停了 他这两个 其实也不能讲没有道理 胡适后来基本上一辈子水晶柱 高水晶柱 他基本上已经是观念了 他已经没有什么学识上的突破 他最好的时候就是在 北大那段时间 那我觉得胡适离开了中国以后 毫无疑问 在纽约是非常落魄的 每天没有事就是看报纸 为什么他可以看张爱玲的小说 杨哥看这么细 有一种说法就是 他基本上是没事干 所以他摆本书 最后怎样的 他给他做了注册 对对对 1958年 他把这个书稿还给张爱玲 推荐张爱玲到Huntington 那个Hartford基金会去的时候 他把原书也给了 那个张爱玲 还给张爱玲 对张爱玲感动的 说震动不已 他用句子是震动不已 为什么他一摊开来 前面有胡适的体质 这个在现在杨哥的中文版 前面就有这个照相印刷的 最重要是张爱玲手上那一本 圈点 圈点没批 那你就可以想见胡适有多么的 多么无聊 多么无聊 所以我就说 这两个人在纽约 基本上都是失去了跟的兰花 其实蛮 所以那时候 当胡适站在他 跟着带着他 在那个冬天寒风凛凛 穿着大衣 像个铜像 像个铜像 在那里的时候 他为什么感觉到说 千万年来 吹来的冷风 在那个历史的深处吹来 那句子写得真漂亮 你可以想见一老一少 两个人就站在那个街头 茫然的站在那个哈德逊 可以眺望哈德逊一角的街头 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历史的悲哀吗 也是一个国共战争之后 对这种比较非共的知识分子的某种悲哀 无路可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就很想追问的是 一个作家 不管他手头有没有足够阅读的图书 或者是有足够更 跟他一起用抄相应来谈话的对象 你这天涯海角 难道就真的离开了那个土地 就跟那个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想象的 或者是回忆的 或者是其他的心灵联系 而就真的如你所说 像个植物一样的 跟兰花一样 湿了根就湿了根了吗 你是小说家 这个问题你比我更适合回答 真的 但是从我的角度 更适合我质疑 我觉得你适合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回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小说家写作的时候 这也许我们也可以回到 我们这样喜欢看杂书的人的某种思考 对某些小说家来讲 如果他的小说的性格 不是属于固定在某一个时代 或某一个土地的话 他也许就可以 可是反过来讲 你说胡适基本上是搞中国思想史的 对不对 中国的学术史哲学史的 他脱离那块土地之后 当然也可以 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很喜欢的 那个当年也是跟着胡适 蛮熟的一批叫做这个肖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是写的超好的 可是他到了美国之后 他就贩卖这个东西 他就讲中国思想 可是那是一个也是脱离了土地的 你不觉得很像白鲜勇在台北人里面 有一篇教授 有一个教授从美国回来 两个人 两个人在对话那段 那段也很悲 他的台北人教授 其中一个人名字很肉麻 叫清磊还是什么 清其磊落的 但是台北这个就很羡慕他 冬夜是吧 对好像是冬夜 台北这个就很羡慕他 说你在美国可以讲教授 结果他就很坦诚的说 怎样呢 教几个学生 讲的所有的讲那个历史的东西 人家根本就没兴趣 对不对 只不过是为了修你的课 就他也点出了一种悲哀 你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要在你的土地上 你的群众 你的支持者才会更更踊跃 你不觉得张爱玲也是一种孤独吗 张爱玲离开了上海之后 他的题材 对老外来讲老外没兴趣了 然后三四零年代东西 央歌可以是有反共的背景 但是到了怨女的时候 老外就觉得没办法 到了六零年代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还是这个题材 所以老外就不喜欢了 所以他我觉得他后来逼着 他必须要换题材 可是新的题材显然他不上手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困境 那么我们说到的雷锋塔 易经或者小团圆 也就是他后来出土的某一些 像文物一样的作品 会不会正好就显示了 他只好自己当肉身炸弹 来 来 10秒钟 一方面是这些东西都是英文的 透过翻译你看不出来 只有小团圆是他用中文写的 下一节我们再来细谈 我们刚才谈到了 蔡世平今天带来的一个写作计划 而且他已经执行了快要一半了 三分之一多了 快要一半了 我想问的是 第一个你告诉我 大概什么时候会把它 在今年会结束 一定要结束 我的预计就是用三个月的时间 把它初稿写完 然后就是疫情的期间 对我现在万一用光 我现在我太太 我太太最近常说 我说你这个干嘛 在写论文吗 我弄了一个 我在我女儿把它原来写作业的 那个房间的空出来 她回到她自己 我们把它弄了一个房间 到她的房间去 她就那个样子留给我 然后我现在那个房间 一个桌子周边 全部堆着满满的 张爱玲的全集两套 然后研究她的写她的 还有copy下来的东西 我们每天就在那个固子堆里面 在那边不断的转 不断在想 然后列出了一些题目 就在反复的想 你还在第一句话 今天进录音阶 你说你不是张弥 你这明明就是 但是问题是要写 完全是张弥的写 你写她总要把别人 大概都要有个基本了解 反正你是炮在 或淹在张爱玲里面了 但我的想法就是说 用不是张弥的角度来解读 一方面看张爱玲 我认为张爱玲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复制了 那我在文章的 很前面的时候我就劈头的讲 很多人虽然为张爱玲 比如夏之清 夏之清这么样子的 把张爱玲抬高到文学史的地位 可是夏之清真的是不太懂张爱玲 她说张爱玲如果那个时候 不是嫁给赖亚 嫁给一个 也许她也就说 你好好的写几本书 然后找一个很不错的教职 她本来在不错的 在中国研究中心 可是她都跟人家处不来 但是我要说的是 张爱玲传奇这五个字加引号 就因为她中年以后是落魄的 她生活是拮据的 她对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冷暖之间的变化 非常奇特的 非常自我的的人 然后她才叫张爱玲传奇 我们现在假想 她如果像张爱玲这样 小说写得很好 然后又非常的幸福 她如果像夏之清那样 在大学找了一个教职 像哈金那样成为一个畅销的 这个英文写作 东方的中国的小学家 我说比喻 就说这些人如果都算 都不错 可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传奇两个字 对不对 就只有张爱玲可以用传奇 就是因为她写作时间这么短 巅峰时间这么短 人生处境这么奇特 明明就是一个汉奸 你不能爱的 结果你偏偏爱上她 而且爱的还死去活来 到了小团圆 晚年这个小团圆 终结一生的时候 她还把湖南城的比重 放那么重 然后她的人生 一直到后来 你看她的这个 包括皮肤病等等 就是传奇 她只能是张爱玲 所以我才说 第一篇文章我就写说 她只能是传奇 否则你没有办法 任何的话来解读她 在现代文学史上 你觉得 对张爱玲有直接影响的人物 当然我想 从文学的角度看 但是还有她的家世 这个中间柔和起来的 对于她的写作有决定性 我们刚在闲聊的时候 大春有在问我说 这个张恨水 包校天东西 我也没有 包天校 包天校东西 有没有在看 我说我这个实在是 以前张恨水 我以前台湾有 早期有出她的东西 我随便翻过一些 但我看的不多 这些其实是影响张爱玲 很重要的 张爱玲后来有在讲 她有一篇短文 叫做谈读书 谈读书 讲她读了东西 你可以看出来 她其实也是看书 看得很杂的人 但是她自己有讲 其实西方的文学民族 对她影响的不多 可是我认为 那个战争与和平 对她应该是有影响的 我觉得 因为她当然在之前 她有提过战争与和平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我后来发现 她解读 她从小说解读 历史的时候的角度 跟这个托尔斯泰很像 托尔斯泰在战争和平 你们讲得很清楚 托尔斯泰从来不相信 伟人在改变历史 托尔斯泰也相信说 所有的历史因素 都是七八种不同的力量 在那里互相的推积 所以你看她写 战争与和平的时候 她是拉出好几条线 同时在走 对不对 她并不是说像一条 单线式的写法 在写一个小说 我觉得张爱玲 有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在张爱玲小说里面 她有一句话很有名 她说她除了曹七巧之外 所有写的人 都是不透彻的人物 那不透彻的人物 我觉得她自己 就是个不透彻的人物 这因为人是不透彻的 所以小说才有意思 如果你写的很透彻了 像曹七巧这样 你恨她 你可怜她 已经可怜到非常清楚了 举个例来讲好了 佟正宝 佟正宝到底算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红玫瑰 白玫瑰 那个男主角 对不对 那个正宝 你看到最后 给自己洗脚 对对对 她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但这就是其实张爱玲 讲的不透彻的人物 小说里面这种人物 我觉得她喜欢 那人会不透彻 就是因为我们基本上 都是被不同的因素 推着往前走 我觉得张爱玲的后半生 几乎也是这样 是 她跟湖南城的 之间的这个情缘 已经很多人讨论过了 我看到你也有几个 恐怕不止十几篇的专章 对 我其实还留了一部分 要放到后头 你有比较完整的 我强调的还是写作方面 对 就是湖南城对他造成的影响 湖南城对他造成影响 我觉得很清楚 是让他看到了人性 你想想看 让他看到人性 也看到自己 湖南城 你不觉得湖南城 是非常了解他的吗 我后来在 在发现张爱玲 在后半生处理事情 还有他在写作的时候 我都觉得 他的很多的态度 都是湖南城当年讲的 比如说他看出了 张爱玲就是个 灵水造花人 就是典型的 那些人的 那种水仙是自恋 这他湖南城看得很清楚 湖南城也告诉我们说 张爱玲在知识方面的 比他更聪明 更渊博 那湖南城是跟着他走的 所以湖南城才会说 在他面前他像个素人 那这个大家都 我觉得湖南城是非常了解他 这就是解开了张爱玲 为什么这么爱他 我觉得张爱玲的个性 以张爱玲那种 世人不多的情况之下 湖南城的出现绝对是 而且各位不要忘了 滚滚红城里面 虽然用了秦翰 这么帅的人演 你现在去找湖南城 当年的照片 19431944 他长得不差的 对不对 非常体面的一个男子 然后我觉得湖南城 也看透了他内心里面 有一种微微的虚角跟不安 湖南城是很直接讲 比如说湖南城跟他第一次见面 约他到家里来的时候 湖南城从他出来就讲了说 你怎么可以长这么高 通常男生 通常一个矮的男生 就不太会跟一个高的男生 女生讲这个话 可是他这样就这么直接 张爱玲当然有点不高兴 可是湖南城说法 张爱玲不高兴一下 以后就笑开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结一下就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湖南城是 很聪明的知道 要怎么去爱 他把说 他把那个话本来 他想讲的 我怎么那么矮 但是不好意思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湖南城对张爱玲 影响一定是很大的 张爱玲到了晚年的时候 小团圆里面 还把湖南城的分量 加这么重 而且在最后结语的时候 你看他 他讲到那个画面 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就是要有一个家 有几个小孩 然后一个湖南城 从那边这样子走过来 我相信你在 在收集张爱玲的资料的时候 也注意到他的散文 尤其是他和 比如说像 颜鹰 还有他的 跟他的姑姑 姑姑 少数的一些 他谈苏青 对苏青 他观察人很准 可是这些人也不免 像跟苏青 后来胸中细末 这个并不是太好的结局 谈一谈 你看他的散文 张爱玲最厉害的就是 43年到44年的时候的 几个短片 那短片现在在张爱玲短片小说集一 小说集二 各位都看得到非常好 然后中年之后的社界也很好 我觉得社界也很好 然后长篇的央歌很好 真的没话说 央歌真的是 我觉得是他的巅峰 也是他长篇的巅峰之作 他后来就再写不出来了 然后 一直没有提到半生源 半生源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他没写完 其实严格讲起来 他并没有完全写完 半生源 然后 他的散文很漂亮 我觉得他散文各位去看他的张看 留言 那几个散文集 传奇那几个都 其实他的散文 我觉得他漂亮的原因是因为 张爱玲有一双非常冷冽的眼睛 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透 很透 我觉得他这非常厉害 就是他的文字又可以完全表达出这种通透 有些人是看得很透 但是文字没这个能力驾驭 那有的人是文字太太啰嗦 太漂亮 少了感情 可是张爱玲是刚刚好 我觉得张爱玲的散文像他的 这样一个镜头 很清楚的冷冽的就就罗列出 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 比如他写那个公寓生活 现在我觉得还是很经典 连那个 连那个湖南城都说 他讲那个上海的公寓生活 那个讲的漂亮的 因为公寓生活就点出了张爱玲 喜欢在热闹的环境里面生活 但是要保持自己孤立的 不被人家干扰 那就是公寓 那可是公寓是一个都会象征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关起门来 邻居就是陌生人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湖南城跟张爱玲 我觉得他们用 如果这篇散文来看的话 我还是要说张爱玲 湖南城一定是张爱玲的初恋 而且还不只是感情肉体上的初恋 应该也是心灵上真正的初恋 而且从那时之后 我觉得就没有人真的能够进到 张爱玲的内心世界 虽然张爱玲还在小团里面 留下了一个艳山 我们现在看起来 应该就是那个导演 对不对 珊瑚 对应该是 珊瑚 可是珊瑚那个部分 你看不出太多知性的部分 我觉得湖南城市 他留了很多知性的那个部分 他们一起可以看画册 可以讲中国的历史 可以讲古典的诗词 这就是一个文青式的恋爱 加上 欢迎的是这个恋爱的活动 虽然到最后非常伤心 但是他在活动的内容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面向 我觉得是那两三年 应该是 我觉得张爱玲最快乐的时候 我觉得张爱玲最快乐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 他以后会身体这么不好 健康这么不好 人生这么飘零 我觉得他不会想到的 是 访问的是蔡时平 他是资深媒体人 今年是张爱玲 明诞百年 可能就在三个月 四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这本书的文史 书名你想好 还没有完全想好 好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主题馆访问的是资深媒体人 也是作家蔡时平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张爱玲百年名诞 名诞百年 张爱玲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家世 几代以来都是官宦 官宦 詹英世家 所以到他这一代 也获得非常心而完整的教养 对 他是受了 可以介绍一下 张爱玲很简单 他的爸爸就是晚清 非常有名的张佩伦 后来当时的所谓的民事 他的妈妈就是李鸿章的女儿 这一段姻缘其实非常有趣的 因为张佩伦那时候是组战派 每天在那边痛骂李鸿章 因为李鸿章是掌管大局的人 他知道晚清的状况 不能到处打仗 可是他只要跟现在也很像 对不对 就是你动不动就说 你这没胆的 你没打 你去怕人家 最后他们清朝就派了张佩伦 说那不然你去打这个 打了一塌糊涂 他就被后来回来 他就被贬到边疆去流放了好几年 回来之后再去看李鸿章 李鸿章欣赏他 李鸿章就把小女儿配给他 所以他是一个家世 然后他们再生了一个 他有一个姑姑 还有一个他爸爸 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就是他姑姑 所以张爱玲的家世是非常好的 他的母亲原配也是官宦世家 他的继母也是官宦世家 在北洋政府当过总理 所以他的一个家族都是非常好 可是非常不幸福 他的妈妈很早就抛弃他 一个人跑到欧洲去 带了几口 他应该是两次去了 第一次去 后来再回来 然后第二次再离开他 再去到欧洲 就带了几口箱子 我刚才跟张大春大春在说 我以前就一直很困惑 为什么这个晚清以后这些人 每一个人的家里都一堆古董 都是一堆古董 张爱玲的母亲 后来也跟他爸爸也是离婚 跑到了欧洲去以后 有一段时间还流落到工厂里面 去做工 可是他带了几口箱子 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就卖一些古董 他过世的时候 留了一口箱子 给了张爱玲 张爱玲那时候 已经跟赖亚在一起了 然后他们这两个夫妇 就只要没有钱了 就挑出来一样东西去卖一下 那个东西拿出来 卖个400块美金 500块美金 他们就可以过一阵子日子 然后再来卖多小东西 小到他东西多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想见 到了后来我看到庄信正 庄信正教授说 他去看张爱玲的时候 因为他后来帮了张爱玲很多忙 张爱玲有一天 就从家里拿了一块 像个铜板一样的东西 有一面因为时间太久了 有点磨光了 他说这个是 他们说是王莽 王莽的时候 新住的年代的 是非常珍贵的 新潮的钱 对新潮的钱 要给他 庄信正说 这太珍贵了 就不肯拿 庄信正后来很后悔 说当时应该跟他拿的 汉代人 对 超过了上千年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到了他看庄信正的时候 他时候还有这些小东西 可见他们的古董真多 也意味着 他的家族 其实是很有分量 可是这家族 也因为他的爸爸 就会家暴 会打他 妈妈很早就离开他 所以他其实没有完整的 亲密的 享受过父母 跟他之间的天伦之乐 所以这是他 你要了解他的 所以这也跟他后来 不要生孩子 都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他的家世 他有一段话 形容的太好了 那家世你也 丢不掉 可是我们一般人讲 可能就是说 这个沉重的包袱 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祖先 都是活在他的血液里 以前已经死了一次 等他死了之后 还要再死一次 你实话说多沉重又漂亮 对 他死的时候 等于就是说告诉别人 他的人生 虽然有这些家族 可是对他来讲 是一个包袱 那个包袱 严重的阻碍了他 我觉得要过 一般人的生活的 所以这个逻辑 如果再往下推 他不要孩子 就是他不希望 他的祖先再死一次 他不要小孩 这个是完全可以推出出来 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得出 他对小孩这件事情 是有任何眷恋 或爱护的 以他自己的生存 过程来看 你看他跟他弟弟 他对他弟弟感情 都没有那么深了 这还是按理说 他们家 就他们两个姐弟 理论上他应该要很轻的 可是他也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张爱玲 基本上就是一个 孤独孤僻自恋 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你现在 从刚才一直到现在 大概谈的都是从个人 以及他跟一部分 文学史上面的重要人物 和脉络的联系 但是你是学政治的 对不对 你的本行是政治 你能从 我相信是从历史和 近代史的角度 特别是从 政治的这个氛围上 去看张爱玲 所受到的某一些评论的待遇 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 张爱玲 当然我们必须讲 在很长一段时间 严肃的学界 几乎是不理他的 他在一方面是19431944 他串起的时候 国共都在打对日战争 当然主场在国民党这边 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 在上海轮陷区里面 跑出这个东西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忽略他是必然的 但是当时一个训语 就是后来的 我们知道叫傅雷 傅冲的爸爸 写了一篇论张爱玲 写的超好的 他看到了张爱玲 小说的独特性 他是开第一枪的 对他开第一枪 但他有批评他 我觉得他批评的 就是后来张爱玲 几乎是定论 他批评张爱玲 那时候在连载的长篇 就是应该是半生缘 半生缘 就说不好 但他的短篇超好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金锁记 所以张爱玲看到那篇文章 他就把他的长篇连载 第四期就把他收了 以后就不再连载了 以后就不写了 所以那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历史的公案 至于说后来 到了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 是因为来到台湾以后的 国民党的文学史 不提30年代 40年代 老共那边 也不可能会看上张爱玲 所以我一直认为 张爱玲 49年留在上海 没有走 他也许 你晓得他的性格 他一定认为说 那也不过就像是 抗战一样 时间总会过去 可是他一定没绕到说 天哪 共产党来是翻天覆地的 所以他在52年终于决定 想办法离开了 到香港 我觉得他如果没离开 他的下场一定该很惨 因为当年上海的那批人 都很惨 更何况是他 他那些文学 汉奸的背景 架汉奸的背景 他那个写作的 完全跟194344的时候 跟时代是无设的 这个在后来的文革 之前那段时间 那就是资产族 对呀 非死不可 还一定很惨 你很难想象 他在1951年 还没有离开的时候 1950或51吧 他参加上海第一届 那个文艺大会的时候 你晓得他穿气泡去 所以当时就已经有 很多敏感的文学 文化人觉得说 天哪 Oh my God 你不是自找死路吗 别人都穿的那种毛装 就你一个人穿那个旗袍 摇摇摆摆的 跑来开个大会 我觉得他应该已经知道 自己一定要离开了 那他就注定要做 四根的兰花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 中国大陆大概到 80年开放以后 才开始重新认识张爱玲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张爱玲现在大陆的全集 少两本 杨哥跟赤底之恋 没有 因为那是讲土改 讲那个共产党的 还有个小故事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小助角 那就是他见李立华 李立华见他 大明星 那个超好笑的 他后来的友人 最重要的一个香港的友人 就叫宋奇 就林以亮 论红楼梦的 林以亮跟他的妇人 叫邝文美 这两个人对他非常好 那这两个人呢 也是当时要生活 特别他们在电影圈也打滚 就常常会介绍他写剧本 他写了几个剧本 然后在上海 然后呢 后来李立华 目他大名 因为李立华知道他 当年的上海的张爱玲 当然赫赫有名 李立华就很想找他 组一个电影公司 来请他当编剧 好不容易 他跟后来 他拒绝那些人的访问 是一模一样 他答应了 一直拖拖拖 拖到最后终于安排来了 他来了 来的时候呢 素颜 第一个是素颜 第二个 他有深度近视眼 他不戴眼镜 所以换了 我不要看你 我就是不要看你 然后呢 第三个 李立华讲到一大堆很热情 他就冷冷的回应 然后最后呢 是过一回后 李立华讲完 他就说 我另外有事 我先走 他好像饭都没有吃 宋奇就觉得说 天哪 放到那边的茶点 你动都没动 就走了 或者你看 观看三个 素颜 不戴眼镜 你近视眼 你不戴眼镜 然后呢 别人讲完 你就走了 所以就没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 李立华一定是非常错愕 李立华当年是如日中天的大明星 结果张爱玲是这样对他的 你可以看他整个人的性格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在你未来的 还有将近六十篇 你大概知道还有哪一些 你觉得 我觉得 我因为现在留了一块大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的小说 重要重要的著作 我大概都要一本一本的讨论 然后第二块就是 胡兰城的最后的那几年 我也会讨论 我现在只是讨论到大概四三四四 我留下一半 就是要留在最后面的一部 为什么要放在赖亚后面 因为我的写法比较特别 我是其实是从 我不是从时间轴线写 我是先写他的四三四四 然后胡兰城 然后胡兰城 因为胡兰城之后 他因为他在小团圆里面 就是从胡兰城那一段 突然间跳到他堕胎那一段 所以我就拉到堕胎 再用堕胎这个再回来 所以我的我的轴线是顺着 小小团圆的某种逻辑在写 那么在看这个之前 应该有一些什么样 比如说知识上的准备 或者心理上的准备 你如果是张米 他的小说当然书要看一看了 如果你喜欢 但如果你纯粹只是想知道 张爱玲传奇的有趣的那种角度 来看的话 就不让看我的 就很像我在写这个金瓶 本色跟红楼墨是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学问做大了 我们要经常找你 张爱玲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